哈喽大家好,欢迎收看这期的世界科技 在我们的平常生活中,拖鞋是非常常见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拖鞋 它可以实现自动驾驶 我们平常都听说过汽车可以自动驾驶 然而拖鞋这一功能又是什么样子的呢? 其实,它只是将普通的鞋子和刻器结合在一起 这双神奇的拖鞋是由日本的一家宾馆和汽车公司一起研发出来的 它的外表看上去仍然是普通的鞋子 然而在内部却藏着许多刻器元素 拖鞋的下面配备了两个小轮子以及传管器 还配有一个小电机来提供动力 而且还安装了一个人工智能系统 它可以根据主人的习惯做到相关路径的停放 因此许多网友都将这样的拖鞋调侃为汽车拖鞋 在平常之中,这些拖鞋都会摆放在宾馆的门前 只要有客人走进来,它就会自动的跑到客人的身边 供客人使用 每当客人用完之后,并不需要将它摆放到特定的位置 只要随意移放,这些拖鞋就会自动的跑回原先的位置 在移动的过程中,它们还会自动的避开周围的障碍物 不只是拖鞋会自动的移动 它们设计的其他物品,就像是桌子或者是垫子都可以移动 当客人有需要的时候,它们就会自动的跑向客人身边 而当客人离开的时候,它们又会自动的回到原先的位置 这家宾馆就位于富士山附近 许多的人听说了这样的鞋子,都纷纷地跑去体验这个新鲜感 好了,这一期的视频结束了 想看到更多的科技内容,点击右下角的关注 我们下一期再见